OK,大家好,我是阿周 現在所在的是在觀音橋這個金利海鮮這裡 製作海鮮 一個人呢,每團去買一個人一百六十幾塊的民幣 外加一個開鍋一個人二十二塊 大概一個人大概就在一百八十多,不到一百九 那他們東西有什麼呢,我帶各位看一下 這是活體海鮮的部分 可能大家比較好奇就是這個小九孔 小鮑魚 這個等一下我會多拿一點 這是比較喜歡吃的 另外這蝦子呢,上面是假的,下面是真的 海鮮的部分大概就是這邊 可以看到非常多 確實也蠻多的 這是什麼 還有紅生,海生耶,紅生 這個是憋 終於看到憋肉了 來那麼多次,第一次蜘蛛餐看到可以吃憋了 OK,這邊還是有海鮮 他們家就是主打海鮮,是活體的 另外這邊呢,有刺身 就是三文魚就是鮭魚 那可以看一下西鱗魚 這是刺身的部分 這個樹海鮮 這個樹海鮮 當然就是假的囉 這是 肉類在這裡 整個都是肉類 高興吃什麼火烤的啊 在這邊都有 非常的多 換算台幣不到900塊 另外這種應該是很OK的 至於多少錢我再實際算一下 這醬料區的部分 醬料區 那另外這裡是火鍋 青菜 以不浪費為原則 給各位看一下有多少 照網立 還沒吃錢 之前逛一圈 那這個是壽司 哇,繞過來 這是芥末 還有醬油 剛剛忘了帶自己從台灣帶過來的醬油 有點後悔 這是什麼東西 多鮑魚 哇,這個 透抽耶 軟絲 這邊 啤啤蝦 這個是海參 在台灣幾乎沒在吃的 OK,這個大概是這部分 另外這邊 有看到齁 它這些咖啡 自動按下去 之類跳下來 很方便 那 所以 酒水的部分 這 汽水 飲料 可口可樂 王老吉 有我最喜歡的王老吉 當然是主攻王老吉囉 這邊有海泥根 哇,啤酒有海泥根 難得看到了 太好了 燕青U8 沒喝過 等會拿來喝喝看 這邊 這個喝過了 底下這個啤酒我喝過了 那等一下就喝一下 煙筋U8 煙筋U8 這個肉還算不錯的肉耶 冰在這裡 這是熟食的部分 底下這個 屏幕魚 這個很好吃 等一下考慮來拿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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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屏幕魚 是 醬大骨 那這邊還有 哇,螃蟹 炸螃蟹 太好了太好了 羊骨湯 這個 甜品的部分看一下好了 這個 哇,這麼多 這是甜品的 蘋果派 紅味蛋塔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還有布丁 義大利焦糖布丁 太好了 出我意料 因為我第一次到井裡吃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裡 可以看一下 除了這個以外 他有布丁 他說他會幫我們剝啊 好啊 可以嗎 可以啊 哦 因為那個會炸手 皮皮蝦很會炸手 這裡 這個瓜很甜 我吃過這個瓜很甜 因為我最喜歡的葡萄 好,大致上是這樣 另外還有烤 烤物 這邊是冰淇淋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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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弄吧 這邊 是手品 有各種的蒸物 另外這是滷味的部分 鐵板 化石 還有按個 盒乾 還膜 還膜 這裡 這是烤生蠔 還有 這邊是煎好的 那還有剛剛我跑來這邊看的一些 這都是烤物 哇,焗烤蛋黃蝦 蟹餃 真的 這個榴槤 這邊有加香蕉的榴槤 剛才吃了兩個 好吃嗎 還不錯 這個 有看到 手絲毛肚 在那天第一天 1分58塊 永遠都記得 這個是牛肉的部分 大致上是這樣 活跳牆 這邊還有魚刺 活跳牆 可能要等吧 等會看看有沒有 有就點來吃吃看 好啦 看了有沒有眼花撩亂 這就是金利海鮮 在百貨公司裡面 這邊在樓城市四樓 感覺還不錯 可以看看有機會的話 記得來重慶 在觀音橋這邊 可以來品嘗看看 好啦,我要去吃東西了 OK,大家好 我是阿周 現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金利海鮮 那 這個位置呢 是在 觀音橋 也就是 重慶的觀音橋 那目前呢 去拿著這個東西來吃 我們就品嘗看看這個東西 O不OK 這是什麼呢 榴槤、香蕉 榴槤跟香蕉烤在一起 是什麼味道 我吃吃看 吃起來東南亞那個味道 吃不上來那種感覺 有香蕉有榴槤 有榴槤 我確定剛剛那一口是榴槤 嗯 香蕉 還沒開始 今天用的湯底呢 不會看不見 一個雞湯 一個貴州 什麼酸什麼湯 也搞不清楚 這就是不辣 絕對不吃辣 今天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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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開始 先拿了一個啤酒 這個剛剛說過 那個燕金 U80 沒喝過 吃吃看 它這個不用開瓶器吧 真的不用開瓶器 就是要拉起來 噗 剛剛去拿著幾盤 那個 甲魚 就台灣所謂的啤酒 放下去煮了 放那個蛋湯 那個雞 雞的裡面去吃 哇 希望一切順利 不要聞到有人抽菸 什麼都OK 來 去 哎呀 這好喝 這好好喝喔 小杜酒 大吃味 這是幾度 八坪 可以 可以下 來 工作人員好親切喔 幫我們把那個蝦殼都剝掉 好特別喔 那個皮皮蝦的蝦頭 也處理掉啊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 那個什麼 泰國蝦 這邊叫羅斯蝦 也都把它用掉 他說這個不會辣 他說這個不會辣 但是看起來好油 好紅 怕怕 他剛剛拿錯了嗎 他說沒有 他就好 不行還沒有吃 先喝酒 住在這邊 喝醉沒事 就怕第一 女主角會有意見 在這間 他也護了手套 蠻貼心的 工作人員給我的感覺 欸 真的 速度快 還有很貼切 東西又多 我們大概還有 一個多小時可以用餐 還沒開始吃 等我先吃憋肉 看到憋肉好想吃喔 哈囉 去弄的 這邊都是 小鮑魚 那也去拿了一個 這個 生魚片 還有 這個應該是 嘎啦 山東的嘎啦 那 那 那外加這個 嘎啦 拿了一些生魚片來吃吃看 叫嘎啦 這個給你吃好不好吃過 好 牛排啊那有沒有切一切 你有刀啊 我沒關係我等會 跟大家要有沒有番茄醬 還有辣椒醬 哇它黏在盤子上 下去吧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跟那個 它要讓我吃飽的東西 好辛苦喔 這個黏在上面 活的喔 對啊都是活的 它給我黏在上面 拿起來了 然後這個給它收走 生食的筷子放這個 珍珠分快樂 什麼 珍珠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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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吃完這段自助餐 下次就到那個了 台灣了 是不是 好 忘記 把我帶來的醬油帶出來 很辣 很辣 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 還好啦 醬油不會鹹 那醬油不會鹹 那還好 放到酒 放到酒店的醬油 沒有帶來 不會嗆啊 我是直接吃的 嗯 嗯 反正 住的酒店比較近 如果吃壞肚子 很快就到了 嗯 有網友粉絲說 重慶 重慶 這邊的腸胃科 很發達 希望不會用到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買的保險公司啊 也不希望我落腸胃啊 因為我們出來都會買鋁瓶險 那就是不變鹹啊 平安鹹 什麼都有花錢買 從來沒用過 這皮好 好硬 吃起來好像是鹹魚的感覺 但是好吃 好好吃喔 喔 被芥末嗆到了 嗆到了 看流眼淚了 不會辣嗎 就是很嗆 你不是說不會辣嗎 被嗆到了 剛有圈記錄 吐出來等等 我去拿鵝肝 嗆到了 嗆到流眼淚 對啊 為了吃生魚片 哭了一場 太厲害了 吃牛排好了 這次是公牛還母牛 你拿的是公牛還母牛 他牛排為什麼給那麼大一塊 他牛排給菜大塊 吃完就飽了 好熱喔 好吃 就是 硬牛排好吃 好吃的流眼淚 不要誤會 就是剛才被嗆到 憋也可以吃的嗎 對啊 不知道生的還是熟的 憋也可以吃的嗎 可以吃的啊 都熟了 憋熟了嗎 憋肉熟了啦 這個會辣 你剛吃那個熟翅也很辣 是喔 然後就想要睡 忘了 忘了怎樣 這邊是辣的 這邊是辣的地方 這邊是辣的地方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那個小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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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胃菜哪太多了 你要注意一百塊哈 蛤 什麼 要扣一百塊 什麼一百塊啊 要一百塊 等我要退回來就對了 湯底二十二應該是嗎 可以 你看 一個人一百六十幾 我不知道 蝦子熟了 蝦子不是做 剛出來的 有捏還有蝦 有捏還有蝦 這個不要繼續嘗試 到現在都是麻的 喝了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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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憋都好吃 也不會很硬 嗯 這是活的 嗯 這麼厲害 這很燙 找得到活的 不會辣才怪 會辣 會辣 來這邊我跟各位講 你要點東西 不要相信這邊的工作人員 你點好之後呢 你幫你等 不是 他現在在煎牛排 跑了三趟 為了吃一個煎鵝肝 跑了三趟 剛開始吃 就遇到這種 你覺得心情會好嗎 說要在那邊等 他說不用 你回去吃 煎好給你留著 好 我就說好 相信他 他去煎的過程快熟了 我跑去問他 好了沒 他說馬上就好了 你等會再五分鐘後過來 好我準時 對著時間過去看 沒了 沒了之後怎麼辦 他說我這牛排煎完之後 他再煎 這樣的服務品質 我本來還以為很OK 這邊工作人員都很好 就那煎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 等一下我再去看看 如果再沒有 那就算了 這間店我就要打 叉叉 如果OK就OK 反正人總是有過失的 我們要有量才有補 今天剛開始吃都覺得很滿意 突然遇到這小叉起心情受影響 好吧不管了 繼續吃吧 那這邊的那個皮皮蝦幫你剝好 切好 就堆下去煮 蝦可以幫我剝掉 就直接這樣可以吃 烏桑還不錯啦 只不過剛剛花生那個小叉起外 什麼都OK 我看著那 要去拿一瓶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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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反正以後還會不會來這間店也不知道 你豬腳去拿了這生蠔 說是真的 看起來是熟了 好燙喔 好燙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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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加了藍莓醬 還有蘋果 蘋果 這好吃是皮會煎得很脆 喔 真的喔 脫上看的剪刀 這剪刀不能帶上高鐵 幫你剖開的 還好會釣魚的人知道這個蚵仔怎麼剖 不過這顆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殼烤得太乾的時候會破掉 好辣 什麼好辣 芥末 它這邊生蠔很大顆 它是整顆拿去蒸一蒸 就讓你去拿 這是第一女豬腳去拿來給我吃的 是活的下去蒸的 吃得出口感 有點殘冷 但是還是被我吃啦 它用兩個鍋底齁 那個貴州酸的 那是叫貴州什麼 酸湯 貴州酸湯還是有點辣 還是用那個雞湯 吃什麼 吃憋肉 人家說什麼自由吃就自由 來這邊就是吃憋肉自由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大陸這邊吃自助餐 用憋肉下去煮 之前大概都是吃海鮮居多啊 那因為它這邊有 剛剛看到憋肉 我就用了一鍋 都是憋肉 還有用了一些海參 他們寫的紅海參 不知道什麼是紅海參 吃吃看就知道了 鍋底的東西都起來了 不浪費原則 另外這邊呢 好像也沒東西了 還不錯 一不浪費原則吧 好吃歸好吃啊 今天主攻這個憋 憋肉 憋的大腿 大一塊 還好沒有看到憋頭 好啦吃香不好看 不給各位看 進來到現在 一個半小時了 感覺還不錯啦 那個雞 雞湯啊 下去用那個 甲魚 對味 難怪台灣有一道好吃的美食啊 叫 雞啊 雞肚 雞啊 豬肚啊 還有憋肉下去熬這個湯 那基本上 截至目前 那個湯頭啊 從進來 它就是奶白湯到現在 倒是那個 貴州 那個 酸湯啊 不建議 那個 雞湯 建議 好像是他們編號五號的樣子 好吃 雖然我們的食欲不是很好 基本上大概吃了五個生蠔 那 這個九口 小鮑魚大概吃了十幾顆 這個鳖啊 大概搞它 加一加應該有兩隻 現在有點飽了 其他的像那個牛肉啊 吃了一個牛排 第一女主角啊 去點個牛排 結果她吃一兩口 甚至都是我吃 那麼大一塊牛排 害得我吃得好撐 還沒有機會吃到蒜牛肉 休息一下好了 這個 喝了兩瓶 醫生叫我不要喝酒啊 還是喝了 醫生叫我不要吃內臟還是吃了 為什麼我剛才吃了二開 電池田喔 這還有半瓶 時間上大概還有半個小時 她這邊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 等一下啊 時間到就出去了 出去之後要到觀音橋拍 我在重慶 那幾個字 底下就是我們 底下這條路就是很有名的 那路橋上很多人都拍這邊的 說什麼是 黃色滑拉力 就是指 重慶的車子速度都很快 但是看底下 從早上堵車堵到現在 剛剛說要拿王老吉 這王老吉真的 有人說太甜 我是覺得有點甜 但是 降火氣 去拿了一個布丁 對面第一女主角說不好吃 我吃吃看 台南大飯店的比較好吃 對啊 台灣大飯店的布丁確實好吃 但是我現在在重慶 你不要逗我好不好 應該重慶跟我說台南大飯店 那邊我們很久沒去了 鋪墊還不錯啦 可以吃啊 吃完了 布丁 它有什麼好吃的 收拾去的東西都吃膩 嗯 那其他的我們都沒吃啊 它那個 我剛才有夾一塊那個生魚片 那個 很多蛋那個很好吃 吃起來像吃鹹魚 鹹魚 很特別的口感 啤酒加王老吉的口感是怎樣 加加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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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瓶喝完 不用 要 我們已經快吃飽了 快吃飽了 快吃飽了再吃甜點了 謝謝 王老吉 加啤酒 加啤酒 這個王老吉加啤酒之後變成什麼 王老吉啤酒 其實我還想去拿布丁來吃 但是它跟我說不好吃 就覺得很好吃啊 我在重慶 看看外面的街景 轉 轉 轉 就是外面的街景 那就這樣 很多人都朝這個方向 照過去 就會看到我愛重慶幾個字 同時間呢 看到 那邊有一個路橋 路橋上面就會很多人 跑到上面拍照 那在這條馬路的 右側也很多人在拍照 取景 等一下我們吃飽飯也會去那裡 第一女主角 去拿了甜點 就是說 它不能吃超過150克 不是的 結果拿給我吃 不是的 結果拿給我吃 那是怎樣 壓了一百塊錢 然後剩下的東西 不可以超過150克 不會超啦 結果這個 看起來像黑森林的蛋糕 一般我們吃東西會有 好吃 難吃 這個應該是加在一起叫 好難吃 真的 真的 為了 配那個壓勁喔 吃好吃 你不要吃好不好 還這麼大一塊 誰在重慶來救我啊 還是剛才那個憋肉好吃啊 從來沒吃一塊蛋糕吃那麼久的 我如果沒吃完對那個做蛋糕的那個 那個失誤來講喔 那個竹子有點不尊敬他 雖然他做的不合我口味啊 有人可能會覺得好吃 但是他實際上真的不合我的口味 我還是要把他吃完 只是要花大家很多時間看我吃這塊蛋糕 大概還有三口 如果我兒子有來的話 我兒子會幫我吃 就因為他沒來 第一女主角叫我幫他吃 我不能再追去給我兒子啊 好不容易花了五分鐘把他吃完 我把他吃完了喔 他們這邊叫陽光葡萄 吃了龍眼再吃這個會酸 他這個葡萄沒有我買那個甜 好壞的 吃西瓜 這西瓜看起來沙沙的 嗯 西瓜好吃 他西瓜沙沙的 洋蔥 排鴨 妻 過程 熹 把另一 emerge 沙沙沙 咙披 各位看到我拍的影片 都不是當天拍完當天apo 因為影片太多了 好一整天下來晚上已經很累 有时候做影片做 回座就是花兩個小時 又要洗衣服 每天都有干净的衣服穿 这是这次旅游觉得最OK的 因为我们找着住宿的地方都有洗衣机 方便就好 所以说衣服也不带很多 今天开始变天有点凉了 还是有带长旧的 基本上很OK 其实到今天已经那么多天了 我觉得感觉上一切都还很好 只是一闻到烟味就开始咳了 就很不舒服 就除了这个以外 到事上都还OK啦 虽然旅游当中 跟第一女主角 有一点点的增值 一点点的增值 但是她都包容我 现在又要跟我 为了刚刚那个 额肝的事情也起了一点的增值 好 我沾掉 我沾掉 真的这边的哈密瓜好好吃 这边含锅底 平均一个人172块 我算一下台币多少 一百六十五块 一百七十二 乘以四点四 一个人呢 台币七百六十五块 这块吃完就差不多了 真的如同我说的 白的特别好吃 好吃哦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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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州在重庆观音桥 这边的金利海鲜自助餐用餐的情形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关注我的影片 同时帮我按个赞 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支影片见